2024世界廚王台北爭霸賽6月30日晚間 在美福大飯店舉辦頒獎晚宴 由副市長林憶華代表台北市政府出席 表達對工會舉辦這次活動的感謝之意 並感謝來自台灣及國際中餐專業名廚 所組成的國際評審團 這個地幕的頒獎典禮 其實代表的是很多的感恩 跟很多的感動 其實大家知道為了這三天的活動 林京城理事長籌備了應該一年有了 相信不少 我說開始幾個密鼓是一年了 籌備應該是從之前就籌備很久 尤其這次的第六屆 我們是等了幾年 等了八年的時間 本來是2020年要舉辦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今年終於可以在台北的爭霸賽 可以順利的來舉辦 每個比賽他都希望會有獲得好的成果 但是竹王只有一位 所以我在這邊恭喜 現在民視還沒出來 恭喜已經得獎的選手 那當然對於沒有登場的選手 也要在此之上勉勵之力 我們再接在意 下次廚房永遠等著你 那當然我想 除了我們海外團體的支持以外 這次真的我們台灣的參與業界 從北到南 我們全國都鼎力來支持 所以才會促成這場正面 在這邊要感謝我們台灣 所有的廚師好朋友們 跟我們參與的團體 感謝你們 謝謝 本屆廚王爭霸賽有來自美國 韓國葡萄牙 日本 港澳 荷蘭 馬來西亞及加拿大等8個國家 包括台灣超過200個選手 角組世界廚王殊榮 最後選出5位廚王 包括個人創意料理組冷盤 熱菜及總積分 皆由黃清級獲得 我從67年就開始踏入餐飲業了 到現在也有40多年了 我是平常心 因為也半退休了 得獎與不得獎自在參加 活到老 邪到老 這次的比賽其實有些是要臨場反應 還有臨場的那個變化 因為有些考場 比賽的場所 有時候會因為地形各方面的條件不同 所以你要去克服這種條件 因為有些場地是很 有新的場地 你當然會不熟悉 所以你就是要盡量在最短的時間去克服這個點 有時候我們在固定的場所 你可能東西你不用看你手伸出去就拿得到 可是在考場比賽的時候你就不一定了 因為場地不是我們熟悉的場地 所以這方面可能就要很留意了 來這裡比賽的話 一定是有勝有負 可是我們要懂得檢討 我們為什麼會輸 為什麼會贏 現在全世界最流行的潮流 烹調的潮流 是用減法 減化的減法 不是用渣法 渣起來的東西太多了 太複雜了 拿不到分的 我們的比賽是減分的 透分的 不是渣分的 所以是不想太多了 渣很多人材料下去 忘記自己的味道 所以變成有渣沒減 變成自己吸入負累 把市場變得太有壓力了 所以這幾天 我的感覺就是我們希望大家 比賽不一定要拿獎 可是我們比賽一定要 積水教訓 2024世界廚王台北爭霸賽 因為疫情關係 延宕數年後再次盛大舉辦 透過國際性技能比賽 不僅讓選手們累積競賽經驗 提升國際視野 也打響台灣美食之都的名號 在台灣也好 在全國 在華人的中餐世界裡面 能夠辦成這樣 真的是不容易 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競賽的選手們 再用自己的 我們叫美食的技術 再一次彼此的交流跟競爭 然後讓我們的中華美食 能夠越來越發揚光大 讓我們的中華美食 讓全世界都看得到 美食不分國界 美食也成為剛才 林一華副市長所講的 它代表全世界各地最好的名店 那我們相信台灣台北 事實上在國際當中 在亞林國家當中 大家都認同台灣是一個美食之豬 藉由大家來到台灣這一次的比賽 能夠更深刻 能夠更了解台灣 也有機會 讓這一次在台灣 參與所有競賽每一位好朋友 我們透過你們的雙手 可以認識全世界更多的好朋友 幫台灣在國際之間留下更多的名片 世界廚王台北爭霸賽 除了頒發廚王殊榮之外 最高獎金可獲得15萬元 活動聯同亞軍及季軍 總共發出了近百萬元 透過工會舉辦的國際性技能比賽 不僅提升廚師的社會地位 也促進職業永續發展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